银行只做银行跟银行之间的代仗 所以这个通常就会被卡住 因为它顶的1%被查封 所以它无法过户了 那我们的这个抵押权 500万提存到法院区 各位提存到法院 这个抵押权就变成改封钱 好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就是 共有物 共有人 它的词分被查封 或设定抵押的时候 这个时候怎么办 各位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有一个案子 它是四分之三就是假的 八分之一是乙的 那么八分之一是丙的 那各位在这种状况底下的时候 其实假它的处理 它有一个选择 它可以选择多数诀 它因为有四分之三了嘛 所以它用多数诀 人数跟词分都超过二分之一 或是它的人数不算 它的词分大于三分之二的时候 它可以把它整个土地 把它卖出来给外人 然后通知他们是否要优购 但是各位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第一个这个乙它有抵押权 抵押给外人 抵押给亚 那么各位这个丙被B银行给查封了 那像这种状况的时候 我们要用土地法三十四条之一 把它卖给外人的时候 假设只有抵押权 这个抵押权你卖给外人 没有去清偿 它变成要转载 因为抵押权的追击性不可分性 所以它要转载 所以各位外人买到的时候 是可以过户 但是他买到的土地上 就有抵押权 那这个时候抵押权 我们要去代为清偿 但是各位通常在买卖 这种情形的时候 我们这个外人买方 是要去跟银行贷款的 那么各位在这个抵押权 没有突销的时候 银行是不会贷款 而且银行也不会贷偿 这个抵押权 银行只做银行 跟银行之间的贷偿 所以这个通常就会被卡住 各位第二个 他如果要去过土地法三十四条之一 因为他丙的八分之一被查封 所以他无法过户 虽然法律的条文你写说 去问问法院 对于债权人的权利有没有影响 债权人一定说有 所以各位这个情形就非常的一个麻烦 各位这个银行我们叫他说 你们是不是来给他查封拍卖 我去把他买回来 他们都不要 他们就把他放在那里 以至于你整个地都不能动 那各位当你整个地都不能动的时候 甲他就要考虑 我这个地我要拿出来使用 所以甲不得不考虑分割 我至少把我的四分之三割出来 把这个部分留给他们 所以各位你就要变成去分割共有物 那么各位如果你分割共有物 第一个就A来讲这个抵押权 将来如果割成三块 我这个四分之三这一块变成全了 那么各位这边再割成八分之一八分之一三块 那各位这个抵押权会跑到什么地方去 那么各位在早期的时候 他割成三块了以后 这个抵押权因为当初是 虽然最八分之一 但是因为抵押权他有追及性 所以在以前这个抵押权有追及性 所以各位这个抵押权 纵使割了以后 很多的代书甚至于律师法官都不清楚 没有去注意这个问题 所以在早期民法物权篇修正之前 这个问题非常的痛苦 大家割得很快乐 OK割开了 结果各位这个抵押权A 它是急于甲乙丙三笔土地上 那个没有学过法律的人 非常的不能接受这个事情 是你这个以欠人家钱 怎么我土地割出来了以后 我的土地单独所有了 还有你抵押权 那个各位 这个就是抵押权的追及性 以及不可分性这个情况 那导致以前很多人分割了土地以后 不敢去过户登记 那么很多人傻傻的去过户登记了以后 变成土地上都卡到有抵押权 甚至于抵押权人也可以来拍卖 不是借款人的土地 所以影响非常的重大 那因此后来我们误权它修正 在民法824条之一呢 它修正说在有抵押权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抵押权人同意 集中在他割到的这个地上面 那这样子的话 只要他有同意 我们可以把它集中 不要分散三块地都有 那各位呢 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同意的 因为我的抵押权可以卡住你们三个 我当然受到还款的几率就比较高 所以早期银行是不会同意的 那各位 第二个的话呢 它就是说为了克服这样 所以当你到法院来分割的时候呢 法院呢通知你这个A呢 来参加诉讼 或是呢告知 说人家在打官司在分割共和物了 告知你来参加诉讼 告知诉讼 如果这三个都有做的时候呢 我们法院判决分割 这个抵押权就集中了 抵押权就集中在债务人已分得的部分 对这个是救了好多好多的人哦 所以各位呢立法委员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一个法律它呢困境能够透过立法去把它解开 这个多么重要 所以各位呢他判决分割了以后 如果有做这些事情就可以集中 集中在这个原来债务人已分到的土地上 那么各位呢我们也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形 各位如果法院没有判决是和解呢 能不能集中 因为法律规定只有判决可以 因为判决是大家怎么样公平 法官不会对大家不公平 所以在判决的时候是可以集中 在和解的时候地政事务所可能不会接受 所以各位呢有抵押权有通知分割的时候 不要做和解 因为你将来在登记上会有问题 不能集中 这是一个 各位第二个呢 我们法院呢忘记写说参加人 甚至于整个判决书呢都没有写说 有去通知抵押权人来参加或告知诉讼 以至于呢我们拿这个判决要去地政事务所登记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要集中啊 结果地政事务所说根据你的确定判决呢 你并没有通知参加诉讼 当事人也没有写 所以各位当法官的你要能够了解这个社会的情形 知道他社会将来会有怎么样 所以你不是只有在这个地方裁剪你这个个案 而是你要整个你应该在判决书里面写 参加人就是抵押权人某某某 或是受诉讼告知人某某某 这样地政就好办了 结果你都没有写 各位导致于说这个判决没有写地政如何登记 我们呢变成我们要去克服 各位我们当为了这个事情 我们要嘛要申请法官更正判决 结果法官给你驳回说我的判决没有错 没有误写误善显然之错误 我是没有写抵押权人有什么错 所以他又给你驳回 各位为了这事情搞了个半天 所以后来我们去协调地政说我们去月券 然后呢约到了说法院确实有通知抵押权人 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让地政放心可以去登记 所以各位我们常常讲说司法呢一定要有经验 所有的法律它就建立在这个经验值上面 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念书念多的人就是没有办法建立在这个经验值上 那么做出很多的事情的话呢 我们虽然你都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可是各位呢在社会上变成了很多自爱难行的地方 那各位这个是抵押权的这个部分 那各位呢就B的部分呢这个银行呢 他是不愿意拍卖 他如果愿意来拍卖 我是有优购权我就把它买回来 可是我们去跟银行讲说你来拍卖我的这个共有人的持分啊 我会把你买回来啊 结果银行不愿意银行不愿意是说什么 第一个他要把它养肥 因为土地会涨大会涨价 所以以后呢我来卖他呢 第二个我卡住你们两个 第三个银行认为说不乎成本 因为我当初只是做假扣押 他是保证人 那么呢我只是要逼保证人把它hold住而已 所以呢我呢拍卖他的话也得不到什么 那么就所以各位呢你的整个共有的土地就没办法处理 这个时候呢你就是变成进来分割 就这个假扣押来讲你就跟法官主张说 饼的地呢由甲我这个分割的人取得归由我甲取得 地分给我那呢我呢用金钱去补偿这个饼 那这个补偿的话我们找估价师来依照市价来建价 那么假设各位呢他的这个八分之一 假设我们要给他五百万 这种情形就土地就归我们了 我们就加上我们的八分之一 也可以跟法官主张讲说 那个乙的也是欠人家钱有抵押权的 所以这个八分之一跟八分之一都归我 那么我用钱招补他们 所以各位就A跟B来讲的话 我假都可以说土地都归我 我钱呢一份五百万呢就补给他们 那各位呢这种的估价那你就取得土地的全部 那么各位呢这个时候乙跟饼呢我们是可以给他五百万 五百万假设一份八分之一是五百万 那各位这个时候他是不是有抵押权呢 所以将来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抵押权 五百万提存到法院去 各位提存到法院呢这个抵押权呢就变成改封钱 那各位一样的这个乙是抵押权的提存在这里 所以各位呢这个抵押权呢就变成他是抵押权的代务性 所以就改成在这个钱上面他有抵押权 那因为抵押权是要不动产那钱在你的抵押权在钱上面 各位这个变成权利值权 所以在提存的部分我们就会提存给乙 然后呢写明抵押权人呢A有权利值权 以后这个乙呢要去领钱的时候变成乙跟A呢要一起来处理 所以就是改封在这里那我们提存了以后呢就可以把全部的土地过户 那各位呢那就这个丙的话因为他当初是假扣押权 所以我们这个钱呢提存到法院五百万的时候 他的假扣押权呢就改成扣这五百万 我们就拿到土地的全部 所以各位呢我们在打这种诉讼的策略上呢为了要解开这一种 假扣押或抵押权的这个部分 或假处分的部分 或是被限制处分不管是被税或是检察官限制处分的话 我们通常因为没有办法用土地化三十四条之一 我们通常会走分割共有物的部分去取得土地的全部 然后解开这一个被假扣押或被抵押的这个部分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解开了以后去卖给外人呢 他的卖向是更好 那么这个可以创造出土地的价值 所以各位呢我们在策略上不要怕共有物呢 被人家有共有人被假扣押或设定抵押权 你用分割共有物的方法就可以破解它 让你的土地的价值呢变成是整体 所以价值是提升起来的 所以呢不要怕分割共有物 天底下呢分跟合 你一直在共有下去的话 这个共有呢将来会卡住你的 你都这一代你都不能处理了 你的后代怎么能处理 那么我们必须勇敢的去分割共有物 利用分割共有物的策略把土地整合起来 让它完整去提升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是输送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如何解开共有其他共有人对于共有土地的这个限制 因为这个都被查封或是被设抵押 他们呢不可能一起盖章来跟你卖的 跟你一起合一来出卖这个部分 当不能合一出卖你就要用多数诀出卖 但是多数诀又被夹扣押或抵押拳卡住了 这个时候你就只好走分割的路 那么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用这个方法把很多的共有土地给救出来 而不要受到限制 所以这个蛮值得大家来参考的 以上公给大家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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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